五盘 美股三大股指均抹平昨日跌幅 北京时间22日凌晨 美股周二五盘继续上扬 三大股指均抹平昨日跌幅 投资者继续关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以及拜登重建美好开支计划的进展 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 最早本周将批准和默克生产的口服抗新冠药物 这将是抗疫征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 标志着疗法很快将扩大制口服药市场 三位知情人士称 FDA最早可能在周三宣布批准的消息 运动鞋制造商报告称 尽管供应链压力持续存在 公司的季度收益和销售额 均超出分析师预期 周二早间十年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反弹 内省外哥哥斯投资研究主管马卡卡特表示 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病率数激增 持续的供应链压力 以及拜登重建升级计划的失败 扑动性增加和交易量减少可能导致市场反应过度 这可能是圣诞节前的一个买入机会 但首席投资官兼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 麦克威森警告称 鉴于美联储紧缩和增长放缓前景 投资者应充分意识到 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 尽管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反对 参议院仍将在1月份 对拜登的全面社会安全网 和气候政策法案进行投票 开始在印度市产iPhone13 预计明年2月开始正式量产 耐克2022财年第二财季 大中华区营收下跌20% 台报显示 在截至12月2日的2022财年的第一财季 美光营收76.87亿美元 较上亿财年同期的57.73亿美元 增加19.14亿美元 同比增长33% 但较上亿财季的82.74亿美元 减少5.87亿美元 环米下滑7.1% 亿美元